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 ACG 占星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騰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半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都做過幾次Live 所以其實真的很忙 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半隨著 初日即是西曆新月十三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到八陽座了 大家一向都知道我 是不喜歡說一些心靈雞湯 虛無飄渺的東西 但今個月的星象 對你們而言 是有一個非常之強烈的 靈性的訊息 我贈你們一句 小隱隱於野 中隱隱於事 大隱隱於潮 我希望你們可以好好運用這個能量 因為有時候 人可能在一個圈鬧之中 才會更加見到世間的波蘭壯闊 但自己如果當時還在心境平靜如鏡 其實不失為一個最佳的頓悟辦法 不一定是要經歷了一些大是大非 一些很淒慘的經歷 才要對人生有一個覺醒 有時候在一些很熱鬧的環境裏 可能你才會忽然之間感覺到 原來獨處那種易言自得 是很正的感覺 我想說 你們八人座的交友的人 是越來越不錯 但怎樣也好 你們會有一種雙春悲秋的疏離感 好像經常跟別人有抽離的感覺 不是說你們格格不入 但永遠在群眾堆裡面 或者在一些人群歡樂的時候 你們會有一種暢言欲失的感覺 其實這種感覺是很好的 好課做些什麼呢 好課做些什麼 對於你做些什麼是好呢 做一些藝術靈感創作的東西 當然其實都包括一些宗教靈性的追求 在這些光明燦爛的時候 你們如果是可以獨自去面對內心的小小的黑暗 其實對你們的靈性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如果你們是做這些創意的東西 都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成果 第二就是修補一些人際的關係 雖然我剛剛都說了 在人與人之間 本身你們的人際是好的 但如果你們真的有事 有些內心的黑暗面情緒 可能是表面跟這些人好朋友 但原來有一條刺是在心裡很多年 你們不妨可以在這些時候拿出來說 就算不是修補 但如果你們想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更加去推進一步 去講一些秘密 都可以趁這些這麼開心熱鬧的場景去做 我想說all in all 其實你們這個月 會表現得比較女性 是很sentimental 很有豐富的感情 絕對不要浪費了這個機會 去進行我以上所說的事情 最後還有 如果你們一向已經有做藝術創意創作的東西 或者是靈性的東西 如果你們去到一個瓶頸位 記住 去到一個瓶頸位 這次農曆二月的雙魚座生月 都可以幫你們做出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為什麼呢 因為它真的會勾起你們 是一種很女性 很陰暗 很內心深處潛意識的潛臨或恐懼 如果你們可以突破它 你們的成就只日可待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b、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找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我塔尖頓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那個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